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6月12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过今天的新闻提要 港府引用23条撤销6名被通缩的流英社运人士特区护照 反送中路一意见证者接受本台访问 说沉重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未敢为望 一名前中国海军开快艇偷渡到淡水宣称投城 引发台湾各界担忧 详细的新闻内容 港府周三刊宣布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是基本法23条所赋予的权力 将六名验证身处英国 因违反和国家安全相关罪行 被香港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士 列为指名潜逃者 并且向他们实施撤销特区护照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六项措施 国际法专家和海外港人批评 港府选择在6125周年 向六名被通缩的社运人士 资家额外限制 目的是想恐吓海外的港人 截断对这六人的帮助 听下江蕴报导 六名指定潜逃者 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已经解散的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 社运人士网名揽炒吧的刘祖迪 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 郑文杰以及营运网台 星期二得道的霍家志和蔡明达 港府刊显当日下午 邓炳强见记者 指控某些英国官员 政客 民间组织及媒体 包庇这六名香港通缺犯 以歪曲事实的方法 抹黑特区政府 目的是破坏香港的法治 邓炳强又指控这六名人士 试图影响和国安法有关的案件的审讯结果 作出一些煽动的意图 因此我们是有需要 采取今次将他们 作为指明潜途者的行动 根据港府公告 六名居英港人将会被私家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与涉及有关潜途者的 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 及撤销特区护照四项措施 另外蒙少达和蔡明达 被暂时罢免董事职位 曾任职大律师的霍家智 在香港的执业资格会被暂时吊销 邓炳强解释 这六项措施是为了应对 打击 阻嚇和防止这些潜途行为 并希望促使被指明的潜途者 自己拿出勇气返回香港 面对和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 邓炳强见记者时有提到 早前爆出的间谍案 指控英国政府偏造个案 无理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 行政经理袁重彪 联同另外两名男子在英国 从事违反当地国家安全的活动 另外我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较早时间 也都指出了英国政府 偏造个案 以违反英国国安法为名 去检控我们香港 驻伦敦经贸办的一个同事 蒙兆达在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澄清 自从2021年9月移居英国之后 已经没有使用特区护照 一直使用俗称BNO的 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出行 所以港府的最新措施 对他没有实质影响 但他批评港府的举动 具有报复性 侵犯了他的人权 蒙兆达又指出 威胁限制公民出入境自由 是中国政府惯用的政治操作 目的是想将異见人士变成外交人质 蒙兆达认为 港府对他作出的行动 是想报复英国早前拘捕了 经贸办驻伦敦的职员 他对这种政治操作 移植到香港感到可悲 鄧炳强自己也主动提及到 针对6个人 在这个时间 作出制裁性的措施 是为了回应 英国早前处理经贸办间谍案件 完全暴露了现在所谓的执法行动 根本就是一种无耻的政治报复 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美籍港人华牧清 认为港府今次行动的目的 是想切断流亡的社运人士 和他们支持者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 去吓香港海外的人 就是告诉大家 你不能做一些政治活动 如果你做政治活动的话 你有可能 你的护照可能会被取消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 去令到香港 还在香港支持香港海外的人 那些人 他们不可以支持海外的activists 美国乔治城法学院 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 海洛格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解释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这项措施 目的是想制造一定程度的法律风险 令到海外港人 停止订阅 由罗冠聪等人 设立在Patreon 或YouTube的网上订阅平台 断绝他们的谋生之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江永报道 港府首次引用23条 永久撤销6名港人的特区护照 对6人的出入境自由作出限制 国籍和居留权力 又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 翻查资料 撤销护照在中国 以至国际社会并不罕见 即使是丧失护照 仍然可以透过取得别国公民 或者难民身份获发旅游证件 有限度地出入境 美国斯洛登事件 正是经典的例子之一 有美国学者认同 涉事的6人 正身处英国 分别有英国国籍或难民身份 换言之 他们仍有其他的方法出入境英国 听下下说报道 港府趁612返送中运动五周年 高调刊献公布 首次引用俗称《基本法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法 制裁被控违反国安法的前中志主席罗冠聪 前滥炒团队的刘祖迪等 包括截销他们的特区护照 到底当中的影响有多大呢 根据公开资料 截销护照在中国 以至国际社会时有发生 主要除了因为护照文件有误 和过期之外 也都包括签罚国的公民身份丧失 或者属于涉及洗黑钱 恐怖主义活动 人权侵犯等刑事通缉犯等 现在在香港 根据特区护照条例 和新增的《基本法23条》 撤销护照的法律依据也差不多 事实上 根据香港现行法例 入于特区护照是旅游证件 被注销特区护照 并不代表丧失原有的国籍 行政会议成员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也都向港媒说 涉案人士仍然有机会申请海外护照 撤销特区护照未必可以妨碍他们活动 再参考2013年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职员斯洛登 涉密风暴当中争议点之一 在斯洛登入境香港之后 遭到美国政府通缉和注销护照 但之后在6月23日 成功经香港到俄罗斯 根据当时协助斯洛登的维基解密创办人 阿桑奇向《纽约时报》爆料 说事前已经为斯洛登 除得厄瓜多尔的得殊难民旅行证 并透过这样离开香港 套用在今次被永久注销特区护照的6人 他们一早分别獲得英国政府发出的BNO 公民或难民身份 所以仍然有机会除得英国公民护照 或难民护照逗留或出入境英国 美国乔治城法学院 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海洛格 也都认同 但是指出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仍然视乎到访地方的签证条件 会不会发出政治庇护和出入境许可 也都要看看他们的逃犯印度协议等 当人的方式的签证条件是宿舍 可言之外的宿舍 是直接说 我们要寻舍道道道法 我们现在协议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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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意识行 使得你更多了一份 但如果他们在更多了一份 where they can have a pathway to some sort of legal status that could allow them to acquire a travel document, then they may be stuck. So they're not legally stateles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travel. They don't have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that kind of thing. 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any rights respecting state would forcibly return them to Hong Kong and if they were to do that, but they could be effectively stranded in whatever country they're in. 他認為今次港府撤銷護照的做法 明顯是政治打壓, 期望英國政府提供協作, 就亞洲電台記者下說報導. 樊瀉麗運動踏入五週年, 五年前的612, 在整場運動中首次被定聲為暴動, 當日警方發射如240枚催淚彈, 十九枚橡膠子彈, 三十枚海綿彈等清場, 彈頭四散, 翠淚煙離萬下, 最終讓成餘80人受傷。 一名海外港人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 即使已經事隔五年, 沉重的記憶仍然溺溺在目, 未敢忘記。 聽一下胡瑞南溫彬報導。 五年前, Elise是一家香港媒體記者, 她回憶612當日, 她走上前線紀錄, 當時身上沒有裝備, 還吸入了催淚煙。 即使五年過去, 她仍然深刻記得當日的情況。 記得當日, 開到金鐘的時候就很多人了, 又有少少好像雨傘那段時間的感覺。 到了當日下午, 情勢急轉直下, 成為整個運動的最關鍵轉裂點。 去到可能下午的時候, 因為煲底那裡就開始爆發一些衝突。 當下我記得那個感覺都是有些震驚, 因為沒想過會那麼快會這樣放不出來, 但那時候都有吸入到, 都有舒服過。 612爆發之後, Elise 感觸見證著新聞自由的倒下, 特別是及後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數間傳媒機構一夜之間結業。 就在這一刻, 她決定離開沒有自由的角度, 在家人建議之下到海外生活。 即使五年過去, Elise 說作為反修例運動的前線見證者, 她未敢忘記。 對於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當初是在前線採訪的話, 說我們見證著這件事的發生, 我們是不會忘記這件事。 我覺得的確是過了五年之後, 很多事情是會難免是有些會習慣了, 或者是有些人感覺麻木了。 因為譬如有很多人被捕, 然後有很多案件在搜審。 而這些事情發生很多, 然後建築了這麼多年, 然後大家會覺得有些麻木。 我覺得是有些人是可能真的會忘記了我,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真的, 仍然是在做這些事情。 另一名海外港人Amy回首五年前的612, 她仍然記得當日在金鐘政府大樓的人海, 她在前一晚已經到現場守候。 即使運動已經冷卻下來, 但難得的是在海外仍然有人堅守這一份記憶。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就是有很多人離開了。 我最近有看一部紀錄片, 就是講回香港反修例, 在加拿大。 那我也很感動, 還有人記得的。 我還想回香港, 因為家人在香港。 我現在是有一點怕說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報導, 留學生因為在Basebook都說反中共的東西, 然後就回到香港被人拘捕, 我就盡量公開說任何當關的東西。 如今模糊的紅線, 高牆下的雞蛋已經被鐵錘擊破, 昔日敢言的Amy也都感嘆即使如今已經移居海外, 願意冒發自由說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胡須藍, 冠軍報道。 一名曾擔任中國海軍艦艇艇長的男子, 周日駕駛快艇直衝台灣淡水河口, 宣稱要投城。 由於新北百里海灘, 台北港同淡水河口, 是軍方宿首首都政經中樞防衛鐵三角, 此件引發立委的關注。 台灣國家安全局長蔡明燕周三 前往立法院報告前表示, 要進一步了解當事人到台灣的動機。 有學者認為, 事件可能是中國測試灰色地帶作戰的一環, 未來會不會升級有待觀察? 聽下中廣正報導。 國家安全局長蔡明燕周三前往立法院報告前, 回應傳媒提問表示, 國安局會針對如何強化海防和邊境安全, 持續與海巡處交換意見, 以強化邊防機制。 政府會針對其他人的動機, 以及相關的控告機制, 以便來避免類似的案件再次發生。 農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向本台表示, 從投誠者的身份, 以及中國處理周邊國家領土爭議的方式, 都令人覺得, 今次事件是北京測試灰色地帶作戰的手法。 民進黨立委陳冠廷表示, 事件值得政府高度重視, 亦認同中國是做測試, 政府必須整合資源, 第一時間有效壓制類似事件。 但國頭辦發言人陳斌華周三就回應記者, 指事件純屬個人行為。 民進黨當局沒有必要草木皆兵, 煞有皆勢地進行政治草木, 這位民眾回到大陸後, 我們會依照相關的規定進行出發。 一名60歲婉姓中國男子上個星期六 駕駛一艘大陸四米長快艇從福建寧德出發, 橫道260公里, 週日如日無人之境抵達淡水漁人碼頭後才被拘捕。 婉姓男子聲稱是因為在微信發佈言論遭限制出境, 於是到台灣投城。 海衛會主委管碧令承認是海巡署雷達操作員人為疏失, 誤判快艇是台灣船隻未發出警報, 已懲誡10名相關官員。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鍾廣正報導。 上個週末結束的歐洲議會大選中, 有逆政黨大勝, 法德兩國的執政黨或聯盟皆遭到重創。 評論認為, 一部分年輕人將選票流向右派黨, 或新成立的小黨, 顯示選民對政府在移民、就業、戰爭等議題上的不滿。 一些華人學者或輿論擔憂, 現實主義的右勢力親中, 但專家指, 阻擊一帶一路和中國企業入侵, 正正就是右黨。 聽吳亦同宋子傑報導。 歐盟27國的公民, 在上週末投票選舉新的歐洲議會成員, 整個歐盟的極有政黨勝出, 興奮地慶祝勝利, 而自由派和綠黨就處於大敗的陰影中。 但是極有勢力的崛起, 並未改變歐洲議會原有的黨團結構。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所在的中間偏右政黨歐洲人民黨, 仍然拿到最多席位, 佔720個席位當中的189席, 比之前增加了13席。 社會黨與民主黨進步聯盟贏到135席, 排第二。 自由中間派的復興歐洲黨排第三, 拿到79席。 而兩個極右翼黨團的議席就增加, 包括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黨增加了4席, 目前有73席, 成為歐洲議會第四大黨團。 而法國極右翼領導人馬林勒旁領導的國民聯盟和奧地利自由黨所在的認同與民主黨就增加9席, 一共拿到58席, 成為歐洲議會第五大黨團。 德國台灣銳時評人程世光向本台表示, 這次大選結果並不出人意料, 以德國為例, 執政聯盟的三個政黨、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支持率慘淡, 尤其是綠黨,主要失去的是25歲以下年輕人的選票, 這部分中間編了年輕人的選票, 一部分竟然留了去極有政黨, 顯示年輕一代和選民對現任執政者在移民、 戰爭之後物價飛漲等現實議題上的不滿。 有輿論和華人時評人認為, 極有政黨有可能在政策上傾向中國, 不過成世光就持反對意見, 他認為, 即使歐洲議會大選前沒多久, 出現德國選項黨議員助理, 涉及中國間諜事件, 但這樣並不意味著, 未來極有會在歐洲政策上支持中共和習近平, 中歐關係反而是只會越來越差。 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明, 接受本台訪問時也有同樣的觀點, 他說今次歐洲議會大選右翼崛起, 有人擔心實用主義的右翼, 會將中國視為朋友, 但他認為, 歐盟各國大多數右派都明顯抵制中國企業, 高科技入侵歐盟, 右翼崛起, 只會強化歐盟目前將中國視為體制競爭對手的對華政策。 他說他主要是從中國市場掙錢, 短期內會有一些右派的政治家不能退出中國, 但是歐洲的右派分裂的也很厲害, 比如說意大利的現在執政的人, 他這次增加了很多選票, 他是堅決反對中國, 退出一帶一路就是他的主義,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極可能連任, 他會堅持早前歐盟和北約契合的宗旨。 可以肯定, 馮德萊恩的立場是堅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為整個歐洲外交政策的基石, 堅決支持烏格蘭打敗俄羅斯, 在歐盟層面上會產生清華的這種傾向, 在歐盟國家裏面最親近中國的匈牙利總理, 民族主義領袖歐爾班, 他所領導的清文盟雖然獲得近四成四選票, 但就是他們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歷來最差的結果。 這個對於上個月訪問當地, 並升級兩國關係做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關係的習近平來說, 並不是好消息。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吳亦彤、宋子傑那裡。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屠龍案周三續審, 控方繼續播放被告李嘉田的錄影會面內容, 李嘉田指, 在2019年11月尾聽到殺警計劃, 已破壞店鋪和堵路, 引警察到場再開槍, 他認為行動危險, 不當時沒有打算參加, 便放期後, 盤問負責拘捕李嘉田的偵緝警員楊立龍, 指楊立龍和多名警員, 當日進入李嘉田的住所, 沒有宣布拘捕和施行警戒下, 將他扣上手扣, 再推入廁所拳打腳踢, 逼問手槍的下落, 襲擊的過程長達30至45分鐘, 其間更施行水刑, 令他幾乎窒息, 楊立龍更恐嚇會用熱水淋去下體。 李嘉田受到威逼利友武力對待後, 先在去的警員記事策上簽署確認警戒公辭, 和按警員提供的版本錄取錄影會面。 楊立龍就一概否認辯方的說法。 現年21歲患有自閉症和輕度弱智的男子陳俊豪, 被指去年在Facebook發布多則貼文涉及殺警和特首, 早前承認一項, 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周三在區域法院判刑。 法官指被告處境特殊, 相信犯案時受嚴重的精神困擾, 認為現在被告需要是支援和輔導。 判處被告12個月感化令, 被告領須遵從感化官的指示。 聲明美國大學教師周一在吉林市北山公園被人用刀刺傷, 當局第一時間封鎖消息, 吉林公安局船營分局周二晚終於通報說, 疑兇是一名55歲姓崔的男子, 因在北山公園走路時, 和一名外籍人士發生碰撞, 之後遲到刺傷該名外籍人士 和三名同行的外籍人士, 一名上前阻止兇徒的中國遊客也受傷, 目前傷者均得到妥善的醫治,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對於公安所指疑犯的行兇動機, 不少網民都抱懷疑的態度。 據彭博社、路透社等報導, 監獄俄羅斯仍然試圖 透過第三方賣家採購晶片 用於導彈等軍事設備, 美國將在周三宣布擴大對俄羅斯取得晶片 和其他商品的制裁, 有關措施將針對中國等的第三方賣家 當中包括香港。 報導說, 會將現有的出口管制範圍擴大到包括美國品牌 而不只是在美國國內製造的商品, 並透過發布廣泛的產品代碼 來擴大限制物品的類別, 以及首次在制裁名單上公佈地址, 其中八個位於香港。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和社媒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再見。 這個節目報道完畢。 這個節目報道完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